所以没有谈过恋爱呢 还是要多请教请教我 奶奶走 思辰 你说你 才结婚几天啊 你又跑去书房睡了 你怎么不考虑考虑人家希希呢 这个孩子真是 吃什么 我把书录下来了 到时候睡不着可以听 我已经原谅你走 吃饱了 早安 拜拜 奶奶 我也先走了 老太太 他们小两口 是不是闹别扭了 我看尹先生昨天在书房里睡了一夜 子妈 你今天去找个锁匠回来 家里的门没有锁坏的呀 不是开锁 是上锁 今天上午八点 你跟公司的董事会 有一场慈善篮球赛 要在那里讨论 下一季的公司营销走向 中午的十二点 你跟金森的张晶兰有一个午餐会 晚上的七点 你要去 阮希威小姐的新公司 我让你查的事呢 赵泽刚的资料 他最近经济状态好像不太好 欠了不少钱 看来他还会有别的动作 你说顾熙熙会不会太蠢 再被赵泽刚骗 顾小姐就是蠢 也没有你想的那么蠢 我已经安排好了 每天都有人二十四小时 保护顾小姐 盯着赵泽刚 你不用担心啊 谁担心他了 我就是怕他智商忽高忽低的 给我惹麻烦 还工不工作了 真相 库存还有一千多件 销量也挺好的呢 这次新片 希希 今晚想约你见个面 赵泽刚 这个死渣男 他还有脸约你 他要干嘛 现在约我 额钱的呗 走 干嘛呀 你要报警去 我要把这个渣男 诈骗犯送您监狱 气死我了 我们现在报警 我们有证据吗 嗯 那怎么办 我觉得 得去见他一面 不然这事就没完没了了 我得把这事解决了吧 嗯 小雅 以防万一的话 到时候我去见他 你就把车开到离那个地方 一公里的地方你停下 然后又有什么危险 你就赶紧过来救我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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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约在这儿 这里人手啊 你也不想再被拍了 说吧 什么条件 两百万 不过分吧 只要你给我两百万 我就不会把你的照片发出去 你可以继续做你的影夫人 也不会给尹思辰惹来麻烦 喂 尹思辰 你快点去救顾兮兮吧 兮兮可能出事了 我真疲忙了 所以说 你昨天把我约到那里 还特意照了照片 就是为了想要找我 勒索两百万 不然呢 你不会真的自作多情地以为 我还对你于情未来的麻烦 是你自作多情 我不答应 顾兮兮你是想让我把照片发出去吗 随便你了 想发就去发啊 我先走了 暴力放了什么 你 你还给我 录音了 没有 陆星星 你把录音笔给我 顾兮兮最后一次机会 录音笔给不给 你 事实动我女人的代价 怎么样 没事吧 四月 快快伤到 怎么舍得让一瞬间就曾坠落 路暗眼曲折 暖光芒闪烁 一年我借给你全世界 你没事吧 吓死我了 幸好四尘就在附近 来 走 将规则打扣 你 但那边去解决 因为我们想来需要彼此的光和热 正经守护着 一切交给我 一切交给我 花围满天星河 在我的夜空 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那里啊 就是 碰巧而已吗 你胆子也太大了 还敢去见他 他手上有对你不利的照片 他要发出去怎么办 你说你是勇敢 还是傻 对不起啊 不过我真没有想到他真的会动手 人心还是很险恶的 不过你还不算太笨 还知道陆营留下证据 让林萧雅过去接你 要不是他半路上车突然坏了 这个计划还不错 我还是太笨了 不笨的话当初怎么会喜欢上他啊 感情上确实不怎么聪明 你应该庆幸及时和他分手 以后 不要随意付出自己的感情 我也不想啊 但是感情这种东西 你没法控制啊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越喜欢 越容易失去 不喜欢 就不会尝试到失去的痛苦 你没有谈过恋爱吧 谁说没有 那你来说一说 谈恋爱是什么感觉啊 恋爱 恋爱就是当你靠近一个人的时候 你的大脑某些区域会变得异常活跃 肾上线索大量的分泌 你会心跳加速 手心出汗 脸上 你的脸是 怎么样 有没有脸红心跳的感觉 没有 没有 不对啊 按照理论来说 人呢 只要和异性靠近 因为人在和异性有着近距离接触的时候 大脑都会分泌多巴胺 这是一种 本能和恋爱无关 还有啊 你说什么不喜欢就不失去这套理论 根本就不成立 所以没有谈过恋爱呢 还是要多请教请教我 感谢的